岁目到家 清蒋世泉 爱子心无尽 归家喜极尘 寒衣针线密 家信莫痕心 见面莲青寿 忽而问苦心 低怀溃人子 不敢叛封尘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母亲的爱子之心是无穷无尽的 最高兴的是 莫过于游子过年之前能够返家 她为我缝制棉衣的针脚密密麻麻 家书里的字迹莫痕犹如新的一样 一见面母亲便恋爱的说我瘦了 呼叫着我细问旅途的艰难 母亲啊 儿子已经愧对您了 不忍诉说漂泊在外的劳累辛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